Mante有提起这个出嫁的动机 那该是什么情况才是合理的出嫁的动机呢 比如Mante身后的其中一位中国纪的尊者 的动机是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其他追求的 那还可以做什么 那他就想问一下正确的动机是什么 比较合理的 哦 你说你没什么追求了 那你讲讲你为什么没有追求 哦没有我不是讲说没有追求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可能因为像我之前 有跟您交流 我是觉得就是我也讲当时可能就是家 我去纽约的时候家里的给的零花钱比较多 然后呢就是我有一个特别好的女朋友 然后几个特别好的朋友 但是就是我觉得我所有想要的都拥有了之后 就是我从小到大想要的一切 我在那个时候都有了之后 就是生活反而变得很很荒谬 就是你生活没有没有再能追求的东西了 就是真正的你想要的都圆满之后 生命还有什么 就生命仅此而已吗 就当你想想要的欲望上想要的东西都有了之后 那生命还还应该有什么追求 然后从这个问题可能就延伸到就是生命啊死亡 因为生命真正确定的是只有只有衰老和死亡嘛 那我不想要到就是死的前一刻才去考虑这个问题 那我想要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活着的时候 我就能知道我一定要面对这个事情 它意味着什么 死亡背后到底是什么 我不想去相信一种东西 我相信死亡是结束 或者我相信死亡之后是什么 我想要就是自己证明嘛 然后只有一条路我就很 就是我唯一的选择 对 他呢 我师父认识他呢 是在2017年 那时呢 他好像是一个思想爆发期对吧 思想爆发期 他为了 因为他为了寻找这些生命的答案 突然间他在心里在寻找的时候 他就从纽约专程 飞到缅甸缅缅来找我 对吧 那时 就是那一年 他的心里 哇 很多爆发 因为他突然间问了生命中的大课题 问了生命中的大课题 因为他也不愁吃不愁 家里条件蛮好的 在海南嘛 家里条件好 所以但是他竟然问了一些 很多年轻人都不问的问题 就是 生命为何 就是你有了这一切又如何 就会问了 所以他就开始探索生命的东西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一些生命的 我对生命的认识 这样子 然后 他现在的态度是想要亲自印证和证实 不要停留在信仰 这样 所以他来出家来学习来探索 这样子 他不需要像你们大家或者是想要去赚一口饭吃 或者是找工作 他这个人不需要了 他只要静静坐在那边 借他爸爸给他的就够了 基本上就是讲富二代 但是他也看到生命还能怎么样 我还在他家里的原地修过船 修过多久啊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好像 近一家 他的原地有 中国的某有两千某 中国的某 中国的某是除以几 除以四二 除以六 那也几百某 几百云某 很大 有自己的那个河流 流水 那个石头 很漂亮的 然后很大的原地 所以我也在那边进修 他们和母亲给我很好的护士 所以 他家就可以做一个很大的道产 如果要到那个田地 对吧 家里 但是他反而觉得 当有这些都怎么办 前一阵子他也出家前的女朋友 也来到我们这里 然后也跟我探讨 他们两个都是很哲学性的人 阿祖姐姐女朋友也很善良 也是在问 问的问题都非常的哲学性 我说天啊 这个年龄就会问这种问题 为什么讲生命怎么样 怎么样 然后呢 在探索 在探索 他那个 那位还在探索 他在探索 然后他就觉得已经比较确定了 所以就这样了 因为他不想建立在信仰上 生命的走向走向何方 建立在自己相信 或者是自以为怎么样怎么样 他不想 还要的是了解生命 再走向生命的选择 这样 那了解生命本身就是要一个付出 一个投入 然后出家是给我们一个方便 去投入 明白吗 投入了就会回报吧 像师父是自己是投入了 然后呢 现在有这个条就回报 但是你会发现这条路 还有更上一层 又更上一层 这样子 但是你没多懂一点 你更能够付出 大家 给大家更多 这样吗 有些人是要赚多多钱来修行 赚完了钱 因为他们不要出家 但是出家就有这个方便 佛的制度就 你不用等到你很有钱 你才来 储备了很多钱 你才来修行 不用 然后你做福田的工作 让人家种福 你做福田的工作 让人家来种福 然后你自己 这个出家生命就是 你活出自己的追寻和探索 只要你守好戒丁会 守好自己的戒情 基本上呢 你已经让每一个 护持你的人 照顾你的人 得到更好的回报 这样子 可以做什么 最好就是探索 探索生命 对吧 那就探索生命 最好是探索清楚了 然后你再想你要做什么 先爬到山顶 看清楚 然后再决定山后面 你要往哪一条路走 这样子 看得高 爬得高 看得远 这个比较重要